五十三集 朱绍锦坐在中堂前的方桌前 笑盈盈地看着程璐道着 啊 陆表哥找我什么事啊 语气和从前一样地温顺轻柔 说起来这是他重生之后 第一次这么正式地和程璐见面 和他记忆中一样 程璐总是喜欢穿着宝蓝色的衣服 不过这次是万字文的杭筹单衫 鸭青色的杭筹服鞋 腰间垂了一块通体无瑕的杨纸玉的玉牌 挽着轻竹簪子 间接大方又不失稳中端方 他嘴角轻翘 露出了一个略带几分腼腆的笑容 瞥了一眼立在周绍锦身后的诗香 迟疑地道 我有件事儿向单独和表妹说说 如果是从前 周绍锦肯定考虑这是否与李相符 可现在他只是淡淡地笑道 哦 诗香是我的贴身的妖环 有什么话不能当着他的面说呢 露表哥不必有所顾忌 我的事儿他都知道 成鹿微微一愣 不由仔细地打量着周绍锦 浮光盛雪 眉眼弯弯 依旧是一副温柔顺从的模样 他又觉得自己有些多心了 以他对周绍锦的了解 他不仅性格懦弱 而且多愁善感 又因是读着女界和猎女传长大的 寻规导具 隔手礼教 轻易不敢行差踏错一步 他虽脱了诚意给他送东西 可认真的说起来 还是有些不妥当的 他身边的丫鬟婆子众多 还有一个精明厉害的周初锦 是怕自己送东西的事儿 烙在了周初锦的眼里 已满身失措 周绍锦不理自己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成鹿想到这些 觉得自己一见到周绍锦 就让他遣了身边服侍的人 有些失策了 不怪他会婉言俱绝 随笑道 哎呀 原是我多心了 既然表妹这么说了 想必诗香也是个让人放心的 随后他犹豫了片刻道 表妹可知道 我把挂在四方名下的产业 都收了回去 这是开场白 既然想知道成鹿的来意 自然得顺着他的话说 周绍锦笑道 啊 我听人说了 伯伯父去世的早 鹿表哥有了功名 自然想着光宗耀祖 去应门庭的 把挂在四方名下的产业 收回去 也是应该的 不知道表哥 为何提起这件事儿呢 成鹿颇为惊讶 他没有料到 周绍锦竟然是这样 看待这件事儿的 或许 成家其他的己方 也是这么认为 他之前怕泄露了消息 把口捂得严严实实的 生怕别人猜忌他 和四方的事儿 说他骤然乍跪 就轻狂起来 翻脸无情 和四方划清了界限 成鹿突然觉得 自己好像又做错了一件事儿 他的心里生出了些许的忐忑来 他原以为 见到周绍锦之后 他猝不及防地 把这件事儿说出来 就能牵着周绍锦的鼻子走 可他和周绍锦见面之后 不过说了一句话 却发现之前 他认为胸中有数的事儿 却是漏洞百出 成鹿看着周绍锦的目光之中 就透露出了几分的谨慎 并半是感慨 半是玩笑的道 还是表妹知道我的心意啊 周绍锦在心里冷笑 前世他说过很多这样 磨冷两可的话 今生他想再唬弄自己 只怕是没那么容易了 想要对付成鹿 就得比成鹿更厉害才行 虽然周绍锦不知道怎么样 才算是比成鹿更厉害 但他知道 至少自己不能让成鹿 一眼就看穿了 让成鹿知道他在想什么 周绍锦尽尽量地微笑 像从前一样地微笑 不说话和成鹿见招拆招 成鹿并没有起疑 周绍锦不慎言辞 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沉默寡言 和羞涩地笑 他笑道 你也知道我家里的事 母亲虽是个娴熟的人 那一宅的事不用我操心 可外面的事 全都是只能靠我自己 我从前没有考中秀才的时候 一心想着有了功名就好了 至少家里的事 我就能自己做主了 从前 周绍锦是最爱听这样的话 所以周绍锦垂下了言简 他怕成鹿看出自己心中的不屑来 成鹿没有多想 慢悠悠地道 我就把关接你曾外祖母陪嫁的宅子 从你庄家舅舅的手里买了下来 准备等到适当的时候 再送给你的 犹如石破天惊 周绍锦愕然地望着成鹿 半晌都没有反应过来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 成鹿会这样的直接了当地承认 他买了关接的宅子 更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会说 这宅子是买下来准备送给他的 成鹿是什么意思 前世他可从来没有提过关接的宅子 他这是知道自己已经知晓了当年 成庄两家的恩怨了吗 如果是这样 他为什么只提关接的宅子 而不提老乞丐的事 或许他只是试探自己 看自己有什么反应吗 周绍锦心里乱糟糟的 他猜不出来成鹿的用意 不禁地朝成鹿望过去 成鹿长着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 此刻正含着笑意望着他 目光缠绵 周绍锦打了一个寒颤 脑子顿时地清醒了不少 心绪也飞快地转了起来 成鹿并不知道自己重生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 自己已经看穿了他的真面目 他还是依着自己从前的性子 来猜测自己 他只要像从前那样 他就会继续地说下去 他做出了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喃喃地道 啊 鹿表哥 你这是 这是 成鹿微微地笑了笑 说道 可不曾想 你也想买下那宅子 我昨天下午听到大海说 说有衙行的人要买这宅子 才知道这件事的 你既然知道是我买了那宅子 怎么不跟我直说呀 倒显得我们兄妹之间如此的身份 你是不是心里有些埋怨我 之前我不过是个童生 什么也没有 怎么好跟你说什么呢 如今却不同了 你若是想把那宅子买回去 做个替劲 让马富山跟赵大海说一声就是了 也不论钱不钱的事 我让官府直接过户到你名下就是了 那宅子原本也是送给你的 早一天送 晚一天送 都是一样 怕是大不一样吧 如果自己不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他告诉自己 他相信他只是无意之间 买下了庄稼 位于关街的宅子 他这个时候告诉自己 他相信他根本就是蓄意而为 周少锦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这才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了下来 成禄 真是好手段啊 他这是知道了自己查关街宅子的事 所以先下手为强 把那宅子说成了是买了准备送给自己的 那他知道不知道老乞丐的事呢 周少锦道 陆表哥 多谢你了 我原 也只是想着那宅子 曾经是母亲的家宅 所以想买了回来做个念想的 后来知道那宅子是你买了去 想着也不是在别人的手里 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陆表哥要是把那宅子送给我 我看倒是不必了 那里呀太小了 我以后未必就用得上 却正好挨着陆表哥的祖宅 陆表哥如今中了秀才 以后来往应酬肯定会很多 把宅子扩大一些 形式之间也体面一些 我看这宅子 还是陆表哥自己留着的好了 陆表哥的心意 我心领了 可是 那毕竟是你们庄家的产业 程璐犹豫道 世间万物 有得者居之 周少锦道 陆表哥这么说 程家珍藏的那些金石骨丸 怎么办呢 程璐爽朗地笑了起来 说道 二表妹言之有理呀 到时候我用诉了 周少锦也跟着笑 程璐就问他 我没想到 从前我们两家住在隔壁 要不是这次表妹买了那宅子 怕是一辈子都不知道吧 周少锦和他打太极 笑道 我也是端午节回祖宅的时候 无意间发现的 我听马富山说 我母亲在的时候 就和庄家舅舅的关系不太好 所以 父亲才让我跟着姐姐 住在程家的 我想着父亲在外围观 见多识广 他既然 不愿意我和庄家舅舅来往 想必是有什么 不想让我知道的恩怨 我还是不知道的为好 程璐却是目光闪烁的 可毕竟是你外家的事 你难道就不想去 关机的宅子看看 朱少锦委婉得道 生安不及养安 母亲去世的时候 我还在强保之中 根本就不记得母亲的样子了 母亲的事 全都是姐姐告诉我的 我现在有外祖母 大舅母和姐姐 倒也不常想起母亲的事了 成怒叹气道 哎呀 总归是生了你的人 你身上流着他一半的血 朱少锦沉默了好一会儿 低声的道 规格中的女子 哪里就能随意走动了 就算是想去看 也得等到出嫁以后 能当家做主了再去瞧瞧 反正母亲已经去世 这么多年了 留下来的东西 该没得早就没了 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这才是周少锦 把什么事都寄托以后 却是不知道 有些事稍纵即逝 成怒笑着点头道 既然如此 那关街的宅子 我就先帮你留着 说不定 说不定你以后 想怎样处置 就怎样处置呢 像你说的 也不差这一时半会儿 比你积极 还有两三年的光景 话说到最后 他的声音 渐渐地低了下去 充满了冲击 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又好像是在激励自己 周少锦强忍着 才没有把手边的茶钟 一股脑地朝他砸过去 他见过卑鄙无耻的小人 但还没有见过 像成怒这样 卑鄙无耻的小人 朱少锦被气得 不想说话 一路无语地 回到了晚乡居 周初锦在他的内室 等着他 见他面色不渝 忙道 成怒都和你说了些什么 周少锦没脸 把成怒说的那些话 对姐姐再叙述一遍 他直接说了结果 成怒发现 我知道了关节宅子的事 就先发致人地 过来跟我说 那宅子 是他无意之间买下来的 人想送给我的 因为没有合适的机会 就一直没有跟我说这件事 然后 主要是来试探我是否知道 成庄两家的恩怨 周初锦也吓了一大跳 看着妹妹隐忍的怒气 她隐隐猜到了成怒的用意 之前她的心里 虽然隐隐地觉得 成家不是良配 可看着妹妹 每次见到成怒的时候 都变得活泼了许多 她又觉得是自己多心了 如今妹妹和成怒 并没有像她担心的那样 走到一块去 对她来说再好不过了 她自然不会煞风景地 去问妹妹细节 可这些日子发现的事 又让她的心里 总是有些忐忑 她沉吟道 少锦 你让马富山去打听 关节的宅子在谁手里 她知道了关节宅子的事 这也是自然的 可她怎么会试探你 是否知道 成庄两家的恩怨呢 难道她还没有死心 她又为什么要试探你呢 就算你不把这件事 放在心上 可父亲和外祖母 怎么可能把你 嫁到成家去呢 这要是让知晓内情的人听闻 只怕会暗中讽刺 周家的姑娘嫁不出去了 非要赖到成家不可 周初锦虽没有把这话 明说出来 可是周少锦却是听明白了 她的心中一记 前世 成禄成功地瞒过了 外祖母和大舅母 也就是说 外祖母和大舅母 要么不知情 要么就被成禄说服了 成禄是两年前 遇到了那个老乞丐的 也就是两年前 开始接近自己的 老乞丐曾经说过 成禄的母亲董事 是对这件事 一无所知的 她是那个时候临时起意 还是发现了 外祖母和大舅母 根本就不知道 这件事 这才开始下手了 周少锦想到了 前世 外祖母为自己做主 和成家定亲 父亲是极力反对的 后来不知道 外祖母对父亲 说了一些什么 父亲后来 虽然没有再反对 但曾单独地写信问她 愿不愿意 跟着她去认赏 她因为从未和父亲 在一起生活过 那个时候 姬妹周又锦腰逝 母亲留给父亲的 通房丫鬟 丁岚又抓住了父亲 迫切地 想要子嗣的机会 成功地怀孕生子 却被继母 留子去母 她害怕继母 不愿意 跟着父亲去认赏 结果 没等父亲 答应两家的亲事 成禄就和 吴宝章定了亲了 前世 所有的事 都有迹可循 只是她没有发现 成禄是因为 知道父亲 会反对她和成禄的婚事 才和吴宝章定得亲呢 还是吴宝章原本就仓和了一脚 朱少锦决定 把这件事通通地都查清楚 否则所谓的救自己 那根本就是一个笑话 她的心里也因此 而生出了几分的愤恨 成禄做得太过分了 朱少锦敷音了姐姐几句 朱初锦见她言不由衷 还以为她一时是 接受不了成禄的事 暗中伤心 因而跟着装糊涂 随意地聊了几句 去了免大太太那里 路上 她让人给马富山家的 带了一个口信 让她立刻进府一趟 等到马富山家的进了府 她把马富山家的 拉到了一旁 悄悄地倒 以后啊二小姐有什么吩咐 你们只管遵照就是了 但是事后 不管是买朵头花 还是买根针 都要细细地告诉我 然后又郑重地 叮嘱了马富山家的 这件事 千万不要让二小姐知道了 事关装饰和周震的声誉 马富山又是一个嘴紧的 马富山家的 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心里虽然疑惑 但还是一字不落 一句不改地 把话传给了马富山 而独自待在内室的周绍锦 做了一伙的针线 就有一些坐不住了 她想知道 外祖母到底知不知晓 装成两家的恩怨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谢谢各位听友 一直以来对于我的支持和理解 喜欢我讲故事 或者是想要知道 我还有哪些作品的朋友 可以加入我的听友二群 571604139 今年呢 我会和白羽 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欢迎大家的到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